在中国大陆现在有这样一种叫做透明者的人 因为这些人无论是邮件还是行踪 以及他们的电话都处在政府的监控之中 他们的生活完全透明 目前还无法统计有多少人正受到监视 甚至也没有办法了解到是哪些部门在负责这项任务 而透明者在中国大陆为数不少 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11月20号 发表署名慕容雪村的文章说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意见人士郝健 几乎每个月都被警方请去喝一次茶 而这种茶是不可以随便拒绝喝的 文章指出在一次喝茶时警察告诉郝健 对我来说你的生活是完全透明的 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中 郝健的堂弟不幸中担身亡 之后郝健还参加过六次座谈会等 一些被中共禁止的活动 从此郝健变成了警方关注的对象 他们会监听郝健的电话 查看他的邮件 还时常跟踪他 在某些特定的时刻还会禁止他出境 慕容雪村说 像郝健这样的透明者 在中国大陆不在少数 在他熟识的人中 就有数十人被迫享受着这样的待遇 他还透露 政府还监视着家庭教会的组织者 法轮功学员上访的民众 到底有多少人正受到监视 是哪些部门在负责这项任务 都没有办法知道 文章还说 近几年来 中共当局对中国大陆民众 实施的监控程度日益严重 摄像头的安装已经达到 无所不在的地步 中国在城市监控上 走在世界前列 新疆媒体宣称 乌鲁木齐的摄像头 具高解析度 防杂防烧 采用定焦和360度可旋转 并配以红外线 夜间监视功能 2010年7月 中共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安装了4万多个摄像头 密布在公交车 车站 学校 幼儿园和商场超市等 新疆官方声称 还将安装更多的摄像头 以建立起覆盖整个 乌鲁木齐市区的视频监控系统 尤其要对重点地区 实现无缝覆盖 中共密密麻麻 安装了这么多摄像头 究其原因就两个字 恐惧 一个正常社会的摄像头 是被用来监控罪犯 以此来保让社会安定的 中共的摄像头 则是被用来监控民众 以此来稳固中共权力的 新疆军区职工郭忠元的遗孀 在长达40年 代替丈夫上访的过程中 曾三次被关进监狱 丰烛财年的魏群英 被列为维稳对象 24小时受监控 目前旅居美国的 法轮功学员刘女士 曾经居住在中国的北京 当时她怀疑自己家被监控 2004年我从老家上出来不久 我就想回老家去看我的父亲 等我收拾审理完 检察就进到我家 就问我去哪里 跟我说你如果要离开北京 必须写申请书 为什么检察会知道我去哪里来 并且是我刚刚收拾审理 他就知道了 今年5月 江苏无锡维权人士王剑芬透露 海南晚宁有女案 受害女同家长正面临几大压力 被全方位监控并遭到明确的威胁说 你到哪里 你跟谁见面 你所说的话 我们都知道 慕容雪村表示 作为一名关心时事的作家 她常常怀疑自己也被跟踪 被录音录像 林子旭指出 中共口口声声说 安装这些摄像头是为了民众的安全 事实却是 触及中共统治时 这些摄像头就睁大了眼睛 关系到民众利益时 这些摄像头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林子旭举例 她说 年初在吉林婴儿失踪案件中 几万个摄像头集体失明 就足以说明中共的态度和问题 这些摄像头集体失明